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余弦定理 基本上余弦定理就是在讨论口扇的关系 跟边角的关系 那设ABC分别是一个三角形里面的三个对边场 我这个画在这边好了 是我们随意画的三角形 ABC A的对边叫小A B的对边小B C的对边小C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余弦定理就是A平方 可以写成B方加上C方 减掉两倍的BC 再乘上口扇A A方 这对边的平方就等于另一侧的 B方加C方 减掉2BC 那这个式子呢 就叫我们的余弦定理 先简单的证明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我们把它坐标化 那我们要把坐标化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 C点的坐标 在把A点靠起的时候呢 以A角为观察角的话 这时候 它的坐标 它的水平跟牵纸 是不是可以用B口A跟B上A来表示 这个OK吧 这个OK吧 假设一条边B长 这个应该还记得 以A为我们的夹角 那这时候 它的水平跟牵纸 所以一边叫B口A 一边叫B上A 好 那知道以后呢 那这个B点 你看这个水平的坐标是C 所以 这个B点的位置 叫做C0 坐标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直接计算了 A方 继续算了 等于B C的平方 那利用坐标来算 X跟X相减 C减掉B口A的平方 再加上B3A的平方 来整理吧 写成C平减2BC 加上B平口3平方A 加上B平3平方A 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了 我想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是B方可以提出来 所以整理吧 这时候可以写成 B方的 CosA 加上Sin的平方A 加C方 减掉 这边比误了 前面这里是2 BCcosA 不好意思 这边改一下 那反正我们再把这个减掉 减掉2BCcosA 这样写完就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划线的地方 口平加上C平 口平加3平是不是等于1 所以最后呢 这个算出来结果 就等于 B方加C方 减掉2倍的BC乘上cosA 这个坐标化的方式是非常简易的 这个很快就可以把它证明出来 好 那有了这个关系 这其他边场也会相对的发生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 有了这个时候 就可以写出来 同样的道理 B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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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对面的三个的计算 A方加C方 减掉2ACcosB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看C方 对面的三个 就等于B方加A方 减掉2ABcosC 好 这是第一种 这个预先定的表示方法 另外我们还可以 把它整理成另一种状态 cosA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 来 我们知道 A方等于B方 加C方 减2BC乘上cosA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下转换位置 把这个移过去 A移过来 所以2BC乘以 CoA 就等于B方 加C方 减A方 把2BC再除下去 cosA 就可以写成 2BC分之 B2平方 加C的平方 最后再减掉A的平方 像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 鱼弦定的立种长相 这个鱼弦的这个 cos型 的这个长相 不是边场型的 好 那这个东西把它写一下 cosA 根据转换 可以写成 2BC 分之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减到A的平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另一种形式 那顺带一提的 这个式子 有一个口诀可以背 这东西蛮好记的 写在这里给你看 它的口诀是这样 口扇 夹角 等于2夹夹 分之 夹边的平方 加上夹边的平方 减掉对边的平方 好 看这里 cos的A这个夹角 会等于2夹边夹边2BC 分之夹边的平方 加上夹边的平方 B方加C方 再减掉A的平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记 cos夹角 等于2夹夹 2BC 2夹夹 分之 夹边的平方 再减掉对边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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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记忆的方法 其他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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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